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中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那現在時間剛好是三點整 那一樣因為最近感冒 所以可能待會會有咳嗽聲 那我講話是稍微 不要那麼用力 就是 小小聲的講 那明天原本不是預計要 就是上禮拜 算是我家貓請假 大家去看醫生 那 這禮拜就換我請假 喉嚨突然就爆掉了 早上還跟我朋友在講話 講完之後整個 說喉 然後剛剛休息了一下 整理一些資料 然後才 開始要錄這個副版影片 所以說明天的這一個 這個直播就會先暫緩 那其實我也一直在思考說那個 直播內容要想什麼 那要像之前呢 之前就是很純粹的復盤嘛 那就沒有什麼東西啦 那 在想有沒有 丟一些內容出來 不過應該不會有太深的內容 因為基本上是技術分析的東西 對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今天的盤是整體就是說 墊子都在做休息 那可以看到 昨天一些高價格 像是信滑 今天就跌了5% 然後大力官原本也是上去 然後今天 是還好啦 今天好像還好 然後比較 偏 這個是半導體 想說昨天有一到一千 今天就下來 對 然後普瑞也是跌了5% 那創意的話 就真的是 假設你是小小賞戶 真的買一張 你可能直接直接 現買線套 再現買線套 所以說 創意的部分應該是現在市場上 非常多人在做關注 然後也是市場上非常多人在推 因為他有 有一點算是 就是 參到一些 現在最近很紅的 很火的話題 這是AI 就是NetcheckGPT OpenAI的這個東西 那 他是有些 邊緣運算的一個東西 所以說 像微影也是 微影也是 那今天原本 我打算要去接他 我剛才沒有掉下來 所以從沒有去接到他 對 然後一些高價股 其實 就是有看到一些資金在進展 像M31今天就漲停板 那他漲停板 其實我腦袋中有他的圖 他昨天好像上漲是沒有過高 那今天漲停板應該是已經 突破他的前高 我印象中是沒有什麼 出入的話是這樣子 對 他原本是壓制在這個點 把這個刪掉 他原本是壓制在這個點 然後勒 今天就突破上去了 所以說 就是 這個就是 有點像是落後補掌 有點類似那種感覺 對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們整體的盤勢吧 看一下新聞 看一下這個AI搜尋手勢交鋒 好像每天都在講AI的東西 但因為其實新聞都是這些東西 那 這個東西就是 必應 那他原本呢 就是 其實我不知道他是誰的 反正現在是講說他是 微軟呢 一手是 展新型的幣 然後 他呢 原本就是說 Google嘛 原本Google幾乎壟斷了整個 網路搜尋 基本上是會打開是Google 或是奇異模啦 然後現在因為微軟有這一個 投資這個 OpenAI 就是 ChimpGPT嘛 所以說 他的搜尋引擎 本身又加了這個 所以說他會不會讓 微軟呢 這個股價上去 其實我自己也蠻有興趣 我們待會再來看好了 對那 我們待會會看一下Google Google 昨天晚上就有點吃憋 他這個 出包啦 好像 就是他有人 好像有人提出問題吧 忘記是 誰 反正提出問題 然後就說他是回答錯的 只是我們前幾天有講的這個 Bard 這個 他們的這個 像 他的名字啦 他的AI的名字 叫Bard 那 這一個 這個新聞 這個新聞就略過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想講的 是 費的音聲連連 那 主要啦 主要其實 我不知道啦 我覺得整體來說 今年 以去年我自己觀察跟今年的數據公佈來說的話 我覺得今年應該不太會去理這些東西啦 數據什麼公佈 什麼 什麼 CPR 什麼 反正就是 我自己覺得還是整體還是以技術面去操作的話 應該會比較得意一點 對 所以說 整體的這個 昨天Google就下跌了 下跌了7% 他們的這個機器人 Bard 達菲所問 反正呢 我們 這個就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那 再來看一下 就是今天的電子 電子股在修習 那今天股沒有維永是不知道啦 我自己沒有特別在觀察金融股這樣子 那貴買指數其實還是非常強的 所以說 如果說你有一些 現在感覺上 就是一些 貴買的這個高價股 或是說上市的高價股 其實都是 拉得很兇 拉得很兇 但是其實就是 買一張真的很難買 所以說你用零股 或是說你用一些小型期貨 或者你用期貨 當然期貨也是有點算是開槓桿這樣子 那 就是小型期貨啦 比較可以去 讓我們 比較沒有那麼太大資金的小資助可以去做稍作 不然的話 整個大量的進攻 都還是主力在做的事情 主力在做的事情 對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新聞吧 這個我也蠻有興趣的 就是 宏姬啦 那大致上裡面新聞內容 我是沒有特別去看啦 沒有特別去看 不過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是蠻想要知道宏姬現在的走勢 所以我今天有 就抓一檔進來看 好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目前的這個 我們先講納子好了 那納子昨天呢 這個線我不是對應到這裡嗎 不過 他沒有到很準 他沒有到很準 那目前的話 我是把他下調到這裡 所以說 整體啦 整體如果說看天的話 就是說 在未來呢 他會有機會下來去測 要嘛就測上去 並且守住往上走 要嘛這真的很一個 很大的修正到黃色 這個地方 但是 整體情緒目前應該還是偏同 所以 除非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消息 不然 我是覺得 感覺上 目前好像也很難 直接 壓下來 好大家懂意思嗎 就是說 如果說 主力啊 他想要把價格 整個打下來的話 我認為他還是需要有一些 就是犧牲的人在裡面 怎麼說呢 就是說 比如說今天數據公佈 就很多人在看這個數據公佈 那數據公佈之後呢 我就來個大跌 我就用一點點的籌碼 就可以撼動整個市場 然後讓價格打下來 然後讓我在一個比較 低一點的位置去接股票 或接指數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 一個算是 劇本嘛 那如果說他現在要 使命的去往下砸 我覺得他需要一些壞消息 他如果說有意願的話 他需要一些壞消息 讓市場上的散步 或是一些 較大資金但是又沒有他那麼大資金的人 去一起賣掉 原本手上是多方 然後把他賣下去 那我覺得比較有機會去整體 這樣往下崩跌 不然 看起來目前都還是守得很穩 但是還是要小心他會有一些 深度回踩 還是有機會踩到這個地方來 我們看他這個廢半吧 那廢半目前呢 我們抓到這個壓力大資產 應該就在這裡了 所以說整體還是 還是一樣是多方 我自己個人看還是多方 以技術面看起來是多方啦 那你要說抽碼面基本面那些東西 基本面一定不好啦 這個 應該說 有在看新聞的人都知道說 或是說你自己產業 裡面有在接單的 你應該都知道說現在的外面試況不太好 所以說你基本面去做操作的話 可能你現在 也不會 想要做進場 那所以說如果說你真的是很純的基本面 搞不好你現在完全沒有東西可以買 沒有下手 你可能買一些金融股 這樣放而已吧 我自己個人覺得 不然就是你要看一些產業趨勢 那我自己個人覺得營收 跟產業趨勢這種東西 好像又是有點區分開來 你營收好呢 你不一定產業趨勢就是一個 很好的東西 因為 你可能原來就 原來營收就很好嘛 譬如台積電原本營收就很好 之類的 那這些東西就不細講 我們就來看一下Google吧 Google呢 在我前天的時候不是有講說他是在做一個W底 然後後來呢 我說這地方是一個 不錯的點 然後他在昨天直接跌了7% 但是 我是一個人認為 如果說他這樣跌下來呢 一樣是會是我想要去下當的一個位置 那 除非說他真的在深度在跌 跌破了 因為 你要想的是 W這個底呢 要打也不容易 要打成那個W底 然後這邊右腳這個地方要上去 這邊也不容易 這邊到底要多少的資金量體操 機會 這樣子把他打上去 所以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他還未跌破啦 所以 如果說 有些機會的話 認為他就是一個潛在的一個機會 就有點像是用一些壞消息 然後 把他打下去 那 如果說你真的 非常的 看壞他的話 那基本上 不會還卡在這裡 然後拉一根下影線 我自己個人覺得啦 當然這個就是我 比較偏多的看法 偏控看法說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假突破 之後要崩跌了 但是我自己個人是比較 偏多 偏多去看 因為目前 你要說他一檔這樣直接砸下來 我覺得 比較困難 好那我們看一下這個Microsoft 那個微軟的部分 我可以忘記他英文怎麼平 那這樣子吧 MS 應該是這樣子平 好看一下 這個我竟然是沒有畫的 還是我之前把他刪了 不會忘記 應該是不是這個吧 AZ AZM是什麼 不是這個 Microsoft 這個才對啦 這個才對 那看一下 那昨天也是開高之後 往下砸 所以基本上 好像也沒有一個什麼特別的 在想這裡會不會是他的支撐 在思考 我不確定到這裡是不是 那如果說有興趣當然就是這裡 到這個Range去看看 然後去拉 你能夠去接受的停損 譬如我可能就拉到 這根跳空的缺口 這個點 這個點 然後往上拉 整體的%數不大 2%停損 8%利潤 那 可能這個點就是他的一個轉折點 所以 自己個人看啊 如果說真的是這樣子 去的話 我這樣往上走 那這邊就是一個 W 這是一個W 這樣子 大家就這樣看 所以說整體呢 目前呢 有很多參戰了嘛 就是 很多很多公尺 對我們剛剛看了這個 忘記給大家看 下面還有其他的東西 我剛剛有看到 是這個嗎 對 就是我們的中國 百度 百度引擎 他也是要宣佈要 要做 所以說AI可能就是在 今年上半年的一個 但是好像也沒有一個 瘋狂的資金技能 因為 我自己去看他 台灣有做AI的一些 概念股 大部分都是一些 蠻高價的 像我剛剛講的 創意那些的 蠻高價不然就是 沒有量 像我就 一些小的 低價股就乘起 零群跟零一嘛 然後好像是 就 他們的一些結構 目前我都還看不懂 對 阿里巴巴也是宣佈 然後 對 丁丁 丁 丁Talk 反正就是大家都開始要做AI的一些東西了 所以說一定是一個趨勢 我們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整體的這個 起始的部分 那起始的部分我昨天有發在我的社群上面 然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反正我更改 然後就 這邊就整個重新去講 因為原本說 這邊是突破 然後可能過幾天 什麼會砸下來 那我目前是 連接這個點跟這個點 劃上來的一個三三曲線 那 他整體的盤是應該就是我 跟我看這個 大盤一模一樣 就我認為說大盤是 有機會卡在這裡 然後到 巴菲特去公佈 你看到大盤一樣是卡在這個地方 是我很早以前從這邊劃過來 但我一樣不確定 因為這邊有壓制下去 然後後來 就發現說這地方也是 同樣的 同樣是被壓著 所以 自己個人看法應該是 需要正 正式往上突破 或許是 我覺得在下 要嘛盤整到下禮拜 那巴菲特如果有買 台積電的話 或許就順勢往上噴 那巴菲特如果沒有買 大家可能看一下盤是 好像還有這個盤整盤的時候 搞不好就在 過幾天就往下去跌 我目前 心中所設想是這樣子 對大家可以看到這是 底部的三層曲線 然後這個是這邊的三層曲線 這邊算是加速線 那加速線已經算是 今天已經收到最末端 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看一下這個時間走什麼時候 喔沒有 喔對對對在禮拜五呢 今天應該算是 今天的夜盤到明天的 1點半收盤 1點45分收盤 就是一個關鍵點 要嘛在 明天呢 這個能有效去突破上去 那 不然的話 可能啦 我只能說 可能他就不照著這個三層曲線去看 也有可能 就是說像我剛剛講的 他就是直接等待 巴菲特 直接等待 喔對我這個線是有這樣畫的 我有畫錯 這樣子 所以說 這邊這條線呢 放大給大家看 看沒辦法 不太好用 這個地方 放大給大家看 這個點呢 就有可能這樣又下來 上去 下來上去 然後等待 2月15號 巴菲特看他有沒有買 沒有買的話 或許有機會 搞不好 跌一波這樣子 往下跌 修正一下 這有可能的 因為畢竟 漲得也高了啦 這些 呃就是台積電之類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灰賣指數 那灰賣指數呢 我們就是可以用這邊 確定幣去畫 比較好看一點 那可以看到他 昨天呢 正式突破之後 現在呢 稍微小跌一點 那在將來會不會 就會再回測 這條白色線 也是有可能 所以整體如果說你 要對這個 呃 這些各 一些個股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把資金放在這個 上櫃的指數 然後 我覺得比較有一些潛在的機會啦 大家參考看看 我不曉得這個上市還會在 層級多久 那 就是可以把資金放在這邊看看 好 那我們今天呢 講了15分鐘 還OK 那我們大家上來看一下這個 期貨好了 我們講完期貨 然後再看台積電 我們再講個股吧 期貨的部分 那今天算是有點完美的預測啦 哪邊呢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打在群組的 就是 早上嘛 8點50分 今天早上8點 目前開盤呢 這個 115549 那支撐 我看是 115535 目前開在資上 所以我認為今天盤是 開低走高 那開低走高的意思是說 你昨天收盤 開低 然後走高 但是還是要小心復盤 好 那大家看一下 開盤115549 支撐115535 大家看一下 就是 開盤在 115549 然後最低有到 11530 然後就整段就直接往上走 大概這樣走了 沒有很多啦 大概走了60點 所以說整體的 我覺得大盤還是蠻壓抑的 情緒還是蠻壓抑的 這些量呢 還是沒有讓它跌下去啦 只是說 就是 也沒有一個很上漲的 一個力道的那種感覺 對 好 那我們再來就來看台積電 台積電應該沒什麼表現啦 就是 我們都知道嘛 545 545 我們以前看的一個 壓力的點 當然搞不好 也不是545啦 反正是在這個區域 這邊這個區域 這樣的一個區域 這邊都是壓力 所以一樣啦 就是 還在做等待 到下禮拜三吧 到下禮拜三 好 那我們就來講個股吧 然後 今天個股有點多 我覺得還蠻多 就 我們群組問的比較 多一點 我們就來看吧 分成三步這樣子 好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紅基吧 那紅基之前呢 我這樣看嘛 下上區域線 123 然後先把這裡移開 4 45 還有一個5 都打下來 那再來的話 他這邊有曾經一個假毒破 所以說我們把它貼過去 用同樣的線 同樣角度的線 劃下來 然後這個地方呢 也有點壓制 然後都上去 那基本上 目前啊 他是 有一些些 沒有什麼量在往上漲 然後 我曾經看的 我們先看看嘛 我們看的位置是在這個點 大概25.2 25.2 左右 25.2 然後這一根也是25.2 那 這一根是25.25 之後就開始 好像要往上走 所以 所以 目前我覺得應該是有一些潛在的機會 不過他一樣啦 他趴數非常的少 所以說 你要 你要做這檔 做進場的話 他確實已經開始轉強 然後呢 他是走的比較扭一點 所以說你的資金放在這邊 你自己就要好好思考一下 但如果說你用期貨 這邊可能用期貨的話 會比較好 因為 整體的話 他價格也低嘛 然後只需要去 每個月去轉倉的話 我倒覺得還OK 我不會說資金完全卡在這個地方 然後 股線也比較溫吞 那一樣設好停損 那就沒什麼問題 目前就 可能有些潛在的機會 那 大家有興趣參考看吧 然後 就聽說還是要去抓好 有可能又跌下來就形成一個 假突破 之後又暴跌 又跌回去這個底下 這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霹靂喔 那基本上這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量 那 曾經也有人說這個是有什麼 結合什麼 什麼 元宇宙什麼的 那我自己個人就沒有那麼 那麼樂觀啦 雖然說我對基本面沒有 太大的了解 但是基本上 怎麼想 應該 應該啦 也不會想要說 把它當作是一個 元宇宙概念 去做進場啦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那整體的 目前看起來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 那 他這邊 從底部尻上來的時候 這邊還是有遇到壓力嘛 就很明確的 所以他整體還在做盤整 盤到 10月這邊都有機會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太勇 OK那看一下太勇 太勇今天是 賞金版 喔直接跳到這裡來啦 喔他直接跳到這裡來 直接開高跳上去 所以說 基本上我那時候看的是 向上趨勢線 向上趨勢線 那他線已經突破向上趨勢線嘛 所以說 我認為他應該是有一些潛在的機會 但是他整體的這個 應該看哪裡啦 咳 這裡我不確定是不是啊 這裡我不確定是不是壓力 那這裡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壓力 因為 主要不確定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向上趨勢線 感覺上 他這個這兩根感覺上是有點要來滿足向上趨勢線 而去碰的 而不是說這邊是壓力 所以碰了之後往下跌 他比較像是他是來碰 向上趨勢線然後往下跌 所以 整體他今天已經漲停版 所以我會持續做觀察吧 我應該不會 超之過急 所以目前是一個 處在 我覺得我看不太懂 不過這裡確實是有些潛在的機會啦 他今天 收盤的價格 今天收到多少 今天收盤的價格收到28.1嘛 那他28.1這邊是有些潛在的機會 因為這邊是有一個支撐 那這邊是有些壓力 所以 目前的看法應該是這樣啦 應該是這樣子啦 不過 不過掌勵板嘛 就在觀察個一兩天 也不遲 我們看他下一檔 全科 看一下 好 那這是我之前畫的線啦 那之前畫的線是把這條線當作是一個 警線 然後他曾經也是 有一些 假突破 後面就爆疊 這個 不好做 切到這裡來喔 就 這一段就不要去看了 我們就看這邊這一段 然後呢 他這個點就有點像是說 他算是 在這個地方 一直沒有過去嘛 收盤一直沒有過 然後這一根正式 1月4號正式上去之後 就往上走 這個圖我也沒改過 就沒改過 忘記什麼時候講的 忘記什麼時候講 我們看一下吧 這應該是蠻久之前 我已經把它給刪了 這跟12月的時候講的 12月的時候 我就把它給刪掉了 所以說 他目前的看法就 很難看懂啊 他最好的買點就是 那時候當初我復盤的這個點 剛突破 那最好是在這兩根啦 這兩根就是一些機會 1月5號1月6號 就往上噴了 那目前大概走了 大概10%左右 然後再度創高 所以 這個 很難看說 他到底壓力在哪裡 應該說 原來壓力可能在這裡吧 39.4 沒比啦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些 然後這個地方也有壓力 所以 基本上應該要把他認定 我就是在這個區域 39到39.5這個range 有機會的話再去試試看吧 我們看一下神達 OK那 神達的部分是之前呢 有畫一個WD 不過這一畫的時候應該是已經往上噴了 我也忘記什麼時候講的 我不太記得 1月12號講的 我看一下1月12號的行情這樣 1月12號就在這裡 所以我在1月12號的時候畫這樣的圖 我說 他打下來然後也就會往上走 那目前已經滿足了第一段的 WD的第一段 WD的漲幅的第一段 差不多滿足了 今天往下暴跌 所以他會跌到哪邊呢 我也不知道 那 最好價格就是在這邊吧 然後他整體的趴數非常的爛 怎麼說非常爛 因為呢你從1月 你要你從1月 從2月 12月29 的這個點 完美的點 W僅限完美的點去做進場 你要等 大致上 大概一個 差不多一個月吧 這教育就大概 差不多22天一個月 才漲到 這個10% 我是覺得還蠻 不好的 因為你平平也都是用 這個還好啦 那這樣看起來還好 只是說你資金放在這邊就是 你要有意思說 這檔個股可能比較扭 因為我剛剛拉下來 就覺得說 如果說我們平常不是抓3.5% 那這樣銀葵比很差 但是 你看我們抓到這個地方來 我只要我們平常抓 這樣子 3% 基本上不會打到 所以 他這個點呢 他的這個銀葵比是很好的 7.75 不過他沒到達 他沒到達這個 壓力位就先下 所以基本上這邊可以做一些調整 調整到這裡 那基本上應該有機會往下崩跌了 然後我們看到威聖喔 威聖非常非常多人在關注 因為他有牽扯到邊緣中 那今天掌勢也不錯 不過在我眼裡 他就是 遇到壓力 遇到壓力 今天呢 這個新聞是推波助瀾 然後讓他在早盤的時候整個 開紅盤 然後再往上拉 那最後呢 大家看一下 ㄟ ㄟㄟㄟㄟ 就往下了 那目前呢 基本上還沒有突破 之前 我不會做關注 那他突破之後 你還是要去思考的是 那他突破之後 如果說你 如果說剛好啦 他突破 假設今天的這個最高點是 78.5 那我看壓力可能看到 這個附近 那假設他最後 有一天 某一天收盤率在80的話 那可能可以考慮 但是 這裡拉上來就是有一個 就是大概大致上是 14%啦 那但是他打到下上去線 他還是會彎下來 他還是會彎下來 所以說 目前 如果說你今天去追的話 那 你就非常有機會拜拜 今天看起來這個上影線 有點像是在 小小的出貨 但他不是 標準的出貨K 貨還沒出到很多啦 還沒有很絕望 那基本上是一個出貨K 不是那種 呃 要大盤子的出貨K 是那種小的 好啦看一下 洪康 洪康 這個好像是我們會員各國 我忘記了 看一下 喔 我現在一直沒有把他抓進來 抱歉 那我自己也沒有在做關注啦 那他那時候之前有講喔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 應該有1月多的時候講 然後後來他就是 有打到了 2月6號打到 是 這禮拜 6月6號哪時候 前天嘛 禮拜一有打下來 那就往上走 所以 基本上應該就是這樣子 然後他持續去往上走 往上飛 這個比較可惜喔 沒有去把他抓進去會員各國 不然應該會有人 進場 那 目前這樣看啦 這個圖就是畫好 在這裡 但 沒有去講 沒有用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台星科 3265 OK那 這個看起來有點複雜 我們把它重畫好了 很複雜的基本上 我自己就不會到 特別喜歡 大家自己參考看看就好 這裡啦 如果他頂部能夠突破的話 目前底下 就是做了一個 算是 算是頭肩頂 但他沒有那麼的 這個右肩基本上很難做進場啦 這個右肩 很難做進場啦 他守在這裡而已 那 他會不會有機會 他不守這裡 而跌到這個Label 然後去測這裡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說 你能夠完美的看短 不然這右肩很難做進場 你能夠做進場的位置 就是在這個地方 突破回測做進場 大概51塊這個Label 有興趣自己參考看吧 這邊還是要頂線 這邊的壓力 我認定為是一個小壓力 可能到這邊會有些人 賣掉 但主力我覺得他比較不會看這裡 不會看這個頂 大概看這一個 看這個位置 我們看他這個 廣定 OK那我們看他廣定喔 廣定的部分之前是下降曲線 然後他突破之後這邊做一個 算是中繼型態 那這邊我都還沒發現他 後面往上漲 然後他有個大量 大量突破 然後昨天有回測 今天有回測 所以基本上這邊就是 可以很輕鬆很簡單去拉一個 拉一個 漲幅滿足 不是漲幅 拉一個 自己喜歡的一個線 自己的趴數這樣自己拉 那 當然他會不會形成一個假突破 我不曉得 在每一筆單下去的時候 我都不會知道他後續會怎麼樣 因為 你在每一筆單 每一筆單你都學著說他會假突破 那你基本上不用左單 你就是好好去存股就好了 因為 你如果說看他突破呢 你沒有去追 那 你可能就是 要嘛 你就是 比如說你是左側交易者 你就不是右側交易者 突破去追我們是右側交易者 那 或是說你是一個基本面的一個操作 但你基本面呢 如果說你時間周期沒有拉長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 收集資料的能力到底是 正確還是不正確 搞不好呢 你每一檔收集到的資料 剛好他都是基礎形態的突破 我剛好 剛好就是這樣子而已 他拉的人不是拉 拉那個基本面 是拉基礎形態 都有可能 那像這檔往上拉 搞不好他 整體的 我們看 技術分析人是覺得說 這邊突破有機會 但是搞不好整體 他其實是要拉 基本面 所以說這邊 目前一個潛在的機會 大家自己嘗嘗看吧 我們還有 三檔 那這一檔 我自己有 有看一下 因為 在盤中的時候 我們這個 會員問 然後他 整體的線型 基本上就在這個地方 開始轉折 然後這地方就是 我們的會員個股 那一樣我不知道 我沒有賣 因為 有些人不會去 講話 所以說不太知道 然後 這個地方基本上可以 認定為他是出貨 因為他滿足了三個條件嘛 K棒很醜嘛 然後 成交量爆最大 然後是在 整個波段裡面最高 最高的價格 這個就出貨OK 那下來之後呢 他手住這裡 踩過一次 再往上 要踩下來 再一次 那基本上這邊 可能會橫盤 一段時間 那究竟有沒有再上去 不曉得 因為他這邊出貨的量 真的是蠻大的 所以我個人 沒有到那麼看好他 我沒有到那麼看好他 那 基本上他會這樣子 下去 上來 下去上來 要形成一個 三角收斂嗎 這邊有點歪掉 會形成一個三角收斂嗎 然後往下跌 還是說會往上突破 這個我們怎麼會知道 不會知道嗎 看主力 想要拉什麼線型 還是說他其實很純粹 他只是有機費在這邊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我們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你抓這個 第二波的話 應該說 這是第一層支撐嘛 然後被出貨出掉了 那第二層支撐的時候 你就會思考 他將來會怎麼去走 那你的資金放在這邊呢 你是在 等待被割頭 割草 還是說你在等待一個七級 你就要自己去思考好 那目前我個人 對他沒有什麼興趣啦 沒什麼興趣 因為前面出貨的量太過於大了 所以我就沒有安排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漢翔吧 漢翔今天又來碰他的第四次吧 第四次的壓力線 1234 那基本上 出量 但沒突破 出量當然是沒突破 所以說基本上 我覺得這裡啦 這裡應該可以形成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 這一根嘛 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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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他是 有來側相區線 又往上去打 打到平均線 所以 將來呢 如果說他是突破這裡的話 這邊就是大概38塊以上 就是一個可以效率投資的一個地方 對啊 是安晴 安晴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安晴 安晴也是我們之前有抓出來的 會員個股 那基本上 就是之前呢 覺得說 這地方高檔 還是一些危險現存 如果說沒有進場在這裡的話 這地方就不要去考慮了 就不要去考慮了 所以說 你整體的 這個地方就拉上去 然後 這一根大量 在這裡被吃掉了 2月8號 89.4 90 89.4 所以這邊可能算是一層啦 這邊可能算是一層 那基本上他到了 前高點是一個爆量去突破 所以大致上就是在這個Level 但是一樣啦 大致上這個Level 但是一樣啦 如果說是我的話 最喜歡當然就還是在 七七嘛 大概在七七這個位置 才是一個 一個 較好的入手點 因為 長多了就 真的容易 收到很多盤勢的影響 那目前這個應該是可以去 三掉的 他整體就拉了這樣子 就往上噴 往上噴 那那時候是 會員個股是有說在這個地方可以考慮 是七七的位置 好那大致上 就這部影片到這邊 然後 待會再休息一下 錄置 下面兩步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 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 再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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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